下面我们要说一说神经心理方面的发育 这个部分呢 应该说在考试当中 虽然没有写是熟练掌握 但是它的难度系数不小 难度系数不小 尤其是像大小运动 语言社交这个部分 经常会把大家给考住 这个跟大家的临床经验有关系 可能养育过小朋友的家长呢 会更有感觉 更容易记忆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 或者很多年不做儿保 压力就比较大 我个人对这个部分的建议是这样的 不要现在盯着这个一遍又一遍的背 我们尽可能是回归到一个孩子 正常的生长发育的阶段 在临到考试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们每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你就要回顾一下这部分 因为只要你不天天做儿保 你这个部分就特别容易忘 几岁会干什么 会干什么 我们先来看神经系统的发育 新生儿 大脑的重量 已经达到了成人脑中的25%了 在4到6岁 基本上85%到90% 但是相对来说呢 神经细胞的数量 在4岁的左右 就跟成人差不多了 只是说年龄越小 它的神经系统的束突 它的数量是比较少 所以神细胞的数量 神经细胞的数 跟成人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连接 连接的并不好 所以呢 它非常容易泛化 所以小婴儿很容易 一会儿就睡着了 所以你看它中央老要睡觉 对吧 一岁以内的孩子 睡两觉很正常 一岁半左右的孩子 慢慢就变成睡一觉了 到长大了 咱们成年人其实不睡午觉也行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发展变化 神经细胞呢 我们说神经纤维呢 要完成一个随壳化 随壳化 这个随壳化的过程 要到4岁才能够完成 同时从脊柱的发育上 脊髓 在4岁的时候 上移到第一腰椎 去年考了一个腰穿的位置 所以呢 你要知道 那4岁的时候 到第一腰椎 所以你在做腰穿的时候 怎么做 腰穿的时候 如果我们从操作上来讲 我们摸的是 卡后上几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实际操作 大家做的是不是很多 卡后上几 连线往下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避开了第一腰椎了 我们就避开第一腰椎的位置了 从反射的情况来讲 孩子的肌腱反射比较弱 很多反应不容易引出 比如说像 伏辟反射呀 提高反射 都不容易引出 但是又有一些反射很兴奋 比如说像 八病四激针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阳性 如果是单侧的八病四激针阳性 我们要结合临床 往往还是有意义的 如果是双侧八病四激针阳性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个生理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感知和运动的发育 这个部分就进入到了 在后半部分一个比较这个难的这个点了 就是每一个月都不一样 但是要把这个记准 现在呢 我们先进入到的是一个范范的来 从这个视听味嗅触感 这些部分来说 视觉上面 新生儿是有同工反射的 我们也知道新生儿看外界事物是模糊的 但在一个月的时候 但在一个月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投眼协调 什么叫投眼协调 就是我拿一个红球 当孩子能够看到我这个红球 你会发现他盯住了 盯住了之后 这是有凝视了 然后我会移动这个红球 孩子的头要跟着我这个红球走 头过去 眼睛也要过去 投眼不协调 就是眼睛过去 头没过去 这叫不协调 所以基本上是从 两周左右 就可以跟着到中线 然后一岁的时候 赚180 是可以的 注意啊 但你要慢慢引 而且有的时候会不稳定 但大多数 拿一个红球 开始有投眼协调 就这个红球过来的时候 眼睛过来了 眼睛过来了以后 头也跟着过来 这个就叫做投眼协调 这是一个月的孩子 两个月的时候呢 其实变化不大 孩子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彩色的东西 注意啊 彩色东西 但是两个月之后 孩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一个技能 是吃手 吃手这个技能 吃手呢 不是规律的吃大拇指 而是把所有的手都放在嘴里面 三四个月的一个特征 是玩手 他们的手堆在这里 玩一玩 放在嘴里啃一啃 玩一玩啃一啃 然后到六七月龄的时候 就开始能够 追着东西走 比如说 我会问家长 你觉得孩子的视力好吗 家长说特好 为什么呢 说家里一只狗走过去 他都跟着看 六七个月龄 就追物 那么到八九月龄的时候 八九月龄的时候 我们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啊 是捏东西 捏东西的前提是 你得能看见你才能捏呢 所以在八九月龄的时候 能够看到一些小物体 同时在这个阶段 开始有一些深度的改变 什么叫视深度 我们他们做过一个测试 就是做一个视牙 这个词叫做视牙 就是铺的透明玻璃 下面是悬空的 诶 你就发现到八九月龄的孩子 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不再往前爬了 因为他以为就是掉下去了 他以为就是镂空的了 很多家长也有这个体会 在八九月龄的时候 孩子爬到床边的时候 会停一下 他要盯在这里看 而不是像小baby一样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就一门心思的往前爬 就是因为开始出现了 视觉深度的改变 八九月龄 看到小头发丝 都有可能能够捏起来了 看到小蓝眉能捏起来了 就是因为他们能看到小物体 那基本上在 我们说在一岁半左右吧 像一些形状的认识啊 一些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视感之 然后说听感之 听感之 三四个月 转头 然后碰到一些悦耳的声音 比如说妈妈的歌声啊 比如说家人的呼唤啊 比如说一些柔和的音乐啊 会露出笑容 到七到九个月的时候 我们会问家长 他对名字有没有感觉 他对大的声音有没有感觉 比如说我现在碰 一个东西掉了 孩子就回头 孩子不是只有抖动 孩子是回头找声源 包括说我们让妈妈 我们去叫孩子的小名 孩子出现了转头的动作 这就是他能够开始 确定声源 那么在八九个月以后 八九个月以后 我们还会在临床上 问家长什么呢 就是孩子对不有没有感觉 别动啊 哎不行停下来 不能 放下 就开始区别语言的意义了 这种区别不代表 孩子一定要听你的 但是他要短暂的停下来 比如说你说 不行啊不能动 他看你 或者正在摸什么东西 简单的不摸了 他可能后面还在继续的摸 但是他这一瞬间的暂停反应 就是符合了 七到九月零的一个特点 就是开始区别了 语言上的意义 而味觉和嗅觉 味觉呢 在四个月非常敏感 所以为什么要在 四到六个月加腐蚀啊 因为他在这个时间段 是一个敏感时期 不要错过他 现在主流的观点 在母乳未养的情况下 可以放在六个月加腐蚀 嗅觉呢 在三四个月就可以开始 区别愉悦的 或者是不愉快的那些气味 皮肤的感觉 相对来说 温度觉是比较灵敏的 而痛觉比较迟钝 总体的皮肤感觉在 眼睛 手 脚底 都比较敏锐 所以你看如果孩子 我们说一边吃奶 一边睡觉的时候 我们会将家长摸摸脚底 弹弹脚底 我们不会让家长去打打屁股 对不对 因为在躯干部位 比如说 包括像胳膊 后背 都是属于皮肤感觉 相对没有那么灵敏的 都会相对弱一些 痛觉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小朋友扎针也不哭 其实是他们的痛觉 相对比较迟钝 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然后关于大运动的方面 大运动方面 我们指的是平衡和大运动 上面呢 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表格 非常粗略 然后还有一张 是很精细化的 那个我也会带大家过一遍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班呢 是讲述内容比较详细 可以放到速度慢一点 但这张表格本身是很重要的 在每一次的复习当中 都会拿出来讲 两个月的小朋友 其实就开始 有一些抬头的现象了 你看他俯卧的时候 他是逐渐的 抬一点点 抬30度 然后抬60度 然后趴下 抬头比较稳 是要放在四个月 所以基本上你看啊 在拍摆天照的时候 我每次都拿摆天照来说 咱们过去总说三抬 其实也说的有道理 就是在摆天照的时候 大多数孩子 其实都是趴着照照的 就说明在那个时间段 大多数的孩子 是可以头抬起来的 但是到四个月的时候 才稳定 六个月的时候 会尝试独坐 这个时候的独坐 是一个侧面 像三角形一样的 是这样窝着坐 到七八个月的时候 身体才越来越直 八个月的时候 会坐得比较稳定 八个月还有一点 就是会爬 当然小朋友 那时候是从匍匐开始的 匍匐前进 一个胳膊匍匐 两个胳膊 轮换的匍匐 然后才能够 变成跪的姿势 然后进行四点踏 所以八到九个月龄 开始有爬行动作出现 而十一个月龄 展现出来的是独占 这里面还没写一个 是十五月龄 出现的是独走 虽然从一岁之后 就开始有撒手走了 但是十五月龄 就是一个 我们说合理的 独走的一个时间段 最晚最晚 不可以超过一岁半 绝对不要超过一岁半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 一岁三个月的时候 还走得不太好 我跟他家长讲 我说那我们 再给一点时间 但是绝对不要压着 最后的危险线 危险线就是一岁半 还不会走 大多数孩子 在两岁的时候 会出现双脚的跳跃 而这个也是考试当中的 一个挺核心的考点 两岁半的时候 开始尝试单足的跳跃 也就一下吧 一下到两下 一下到两下 把东西放在手里 就握住 这是新生儿的原始反射 那咱们回顾一下 新生儿的原始反射有什么 这里面说到的是 握持反射 对吧 握持反射 新生儿的原始反射 还有拥抱反射 我拉起孩子的双手 啪一松开 孩子反射性的 这样抱 拥抱反射 还有 密实反射 一敲 就转头 密实反射 还有一个就是 吸启反射 上来就会吸安抚来嘴 所以这是新生儿的一些原始反射 这些原始反射 会在三到四个月的时候逐渐消失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孩子去尝试了去抓东西 躺着的时候 抓上面的床铃 趴着的时候 抓眼前的玩具 到六个月的时候 可以拿起来玩具 在手里吃一吃 然后捣到另外一个手 或者直接 到六七个月 慢慢开始直接换手 所以玩具的捣手玩 八个月的时候 基本上一手拿一个玩具 九到十个月的时候 最喜欢干的就是丝纸 这个时间段 玩具的对敲也开始有了 玩具的对着碰碰碰 也有了 这个同样是反映一个经济运动的 我们会跟家长讲 你不要上来就纠正握笔方式 看见了吗 小婴儿小朋友都这么握笔 基本上在一岁的时候 都是这样大把抓 或者就像咱们老师 写黑板字一样 那只有随着年龄的成长 三岁半到四岁的时候 握的可能都还不太好 不太精准 最后我们才掌握了 是这种三点的固定方法 我们让这个笔 躺在我们的虎口上面 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握笔方式 所以这个同样反映了 一个精细运动的发展 而语言的发展 就是更复杂了 语言的发语会历经发音 理解和表达这三个阶段 从孩子在新生儿时期的 咿咿呀呀的回应 一直到他在五六个月 无意识的发出 爸爸妈妈的声音 到一岁左右 开始相对有意识的叫 爸爸妈妈 然后开始配合上一些手语 比如说拜拜 开手 那么都是孩子的一个表达过程 基本上要到三岁左右 才能够会唱歌谣 对吧 三岁左右才能够说 相对多一点 复杂一点的话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有一张 大的表格 带着大家一起来过一遍 我们先往下看 是心理活动的发展 我经常会在 每天看诊的过程当中 被问到注意力这件事情 最可笑的 就是家长们会关注的是 一岁以内的注意力 在婴儿时期 都是一个无意识意 所以你会发现 家长们很纠结 说 你看我在六个月的时候 给他讲绘本 他可以听啊 为什么八个月 他就不听了呢 我说六个月他动不了啊 他不会爬呀 他要是能爬 早就爬走了 所以在婴儿时期 他是一个无意的注意 而且随着年龄成长 我们才增加的是 自己的自控力 所以在五到六岁的时候 是比较好的 能够控制自己 我要注意听讲 我要注意关注 我这个动画片里演的内容 注意的关注 我在手底下玩的玩具 所以你看到了吗 注意力根本不是在婴儿时期 被训练的一个产物 所以你在临床上 当家长问你 我这个八个月的孩子 怎么训练一下注意力 你就告诉他 不要训练就好了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孩子仍然是一个无意的注意 然后说记忆 记忆呢 其中又分成了感觉 短暂记忆和长久记忆 感觉其实更多的是种感受 那很多人说 婴儿有没有长久的记忆 注意啊 在婴儿时期 你岁以内的孩子 只有在任 他的长久记忆是主于在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 这个长久记忆的在任和重现 比如说小婴儿 他一直见到妈妈 他其实是认识了妈妈 对吗 然后妈妈去上班了 现在妈妈回来了 然后小婴儿在很兴奋的 又拍打 又鼓掌 然后又对妈妈笑 这个叫在任 什么叫重现呢 比如说我在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 小朋友说 你还记得那什么什么什么吗 那个叫做重现 比如说你现在问我 我还记得我妈妈的样子吗 我记得 这个就叫做重现 所以小婴儿没有重现 他只有在任 随着年龄的成长 才会有重现 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当这个物体离开了 又重新回来 被小朋友认识到了 这个就叫在线 这个东西不回来 小朋友仍然能够想得到 它的存在 这个就叫重现 重新出现在脑海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思维 思维也是一个 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概念 因为各大辅导班都在炒作 都在炒作这个 思维确实是从一岁开始产生的 那么在三岁以下的孩子当中 都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 什么叫形象思维 三岁 你没有办法教他一加一等于几大 你只能说 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 宝贝 现在这是几个苹果了 小朋友一点 两个 当这个过程 在三四岁的孩子之中 三岁以后 才可以初步的 开始有抽象的 概括性的思维 也就是 他慢慢才能提炼成 一个 加 一个 等于 两个 所以明白了吗 一加一等于二 根本就不是一个 在三岁就一定要掌握的 因为一加一等于二 这就叫抽象思维 而在三岁之后 才是一个 从形象思维 逐渐过渡的过程 所以时间节点很重要 三岁才刚刚开始 初步的 抽象的 概括思维 六岁以后 才是一个 独立思考的过程 我要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想象 早期没有想象 一岁到两岁的时候 是一个萌芽的阶段 想象基本上也是 从三岁以后 开始萌发 开始萌发 比如说 他看到天上的云 他说 那个好像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想象力 比如说 我们也是说 三四岁的孩子 你可以去问他 二吧 什么叫想象呀 看到这个数字 你觉得他像什么呀 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问四岁的孩子 但是你去问两岁的孩子 完全是蒙的 三岁的孩子 都有可能会有点蒙 所以三岁才是 逐渐开始 有一些想象的出现 在学龄前期 都是一个无意的想象 而学龄之后呢 是一个学龄期 是一个有意的想象 最后的意志力 就更不用说了 意志力是一个 人为的 控制的 我要克服困难 完成我的目标的 一个行为 所以是随着年龄 成长 逐渐增强的 所以我们给他一些社交活动 一些困难 让他去突破 克服自己 是锻炼意志力的 一个很好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 回到这张表格上面 这张表格 有一些时间节点 是非常容易被考到的 也是每一年复习的重点 新生儿不用说了 新生儿就是 哇啦哇啦在这叫唤 那么大哭大闹的时候 我都会跟家长讲 那我们要打断一下孩子 可以摇摇灵 甚至可以把 隔壁房间的 吸尘器打开 突然间一个大的动作 大的声音 可以让全身的活动减少 这是他的社交这个部分 两个月的孩子 咱们刚才记得吗 我们说二台 四才能稳 两个月的孩子 就开始有 抬头的现象了 这个时候 会咦呀呀的 跟你互动 好像跟你说话聊天一样 开始有一些 无意识的微笑动作 到三个月的时候 有一些侧翻 就是仰卧位变成侧卧位 这个时候 三到四月零 看手 吃手 玩手 都是这个月零的 共同现象 到四个月零的时候 所以你看 三四个月 开始看手和玩手 到五月零的时候 会有一些玩具 你可以让他各握着一个玩具 但是呢 说实话 各握一个玩具 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上面 写的时间有点不同 有的书会把 各握一个玩具 放在六月零以后 但总之 在五月零的时候 爱看镜子 有点要伸手拿东西 伸手有点抓玩具 六个月的时候 尝试的是独作 但是时间特别短 一会就倒 一会就倒 会这样拍 这样拍就意味着 他拿到摇铃之后 会摇 六个月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 妊娠的反应 看到陌生人以后 会打量一下陌生人 会有的孩子 表现的是严肃的皱眉 有的孩子表现的是凝视 也有的孩子 就直接表现为 大哭的现象 这就是妊娠 这是一种 社交方面的自我保护 开始有拽尿不湿的行为 开始自己躺着的时候 双腿能够翘起来 能够抓住脚 甚至能够把脚吃到嘴里 这都是六个月的小baby 七个月的时候 熟练的翻身 然后自己能够做的时间很久了 到八个月 零就做得很稳了 玩具会换手 这个时候发出来的声音 仍然是没有意识的 爸爸妈妈的声音 自己会抓抓捏捏东西吃 比如说抓一个胡萝卜条 抓一个婴儿的米饼 在这个阶段没问题 八个月零的重大技能 是爬 然后开始观察大人的行动 九个月的孩子会尝试着独占和 爱翻东西 翻箱子 翻箱子拿出来 翻东西拿出来 然后开始懂一些比较复杂的词语 比如说再见 那这个时候不是说一定要做出很多动作来回应的 我通常会告诉家长 你从九月零之后就可以交了 这个时候交比较容易成功 比如说看灯灯在哪里 就羊头嘛 然后比如说拍拍手 我们说这种谢谢 包括像恭喜恭喜 然后那天碰见小朋友跟我做拜拜 这样做拜拜 然后也有拜拜 还有那种拜拜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能够听懂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词语 看见熟人的时候会主动伸手要抱 比如说我们抱着小朋友 或者说让妈妈抱吗 小朋友主动伸手 这就是看到熟人的时候要求抱 十到十一个月零 这个时间段的特点是独占 所以你会看到独占这件事情 其实从九月零会说到 但是通常在考核当中 我们还是放在了十月零 这是十月零的一个技能 然后开始能够捏东西了 就是指拇指和视指对指捏东西 然后他的语言在这个阶段比较贫瘠 还是 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 然后模仿成年人做出来 这种招手在剑的动作 而一岁的特点 尝试独走 还有一个是弯腰 弯腰捡东西 捡完以后再站起来 相对来说叫爸爸妈妈 就变得有意识了 比如说指耳朵在哪里 嘴巴在哪里 一岁三个月 看我们说走得好 所以如果你一岁三个月 还不能独走的话 其实你已经很危险了 很危险了 你要及时的考虑给他转诊 如果你自己不能处理的话 让更好的机构去评估他 会告诉你同意不同意 找手是不同意 或者是同意点头 嗯嗯的声音 一岁半的时候 爬楼梯 上下楼梯 能坐在那里 可以用勺子了 有的小朋友可以用杯子 杯子不撒 不撒 然后眼睛鼻子嘴巴 不会认错了 所以只认身体部分的时候 正确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能够表示大小便 很多人又纠结在这一点 什么叫表示 拉完了 就不做了 其实这也是表示大小便 有的小朋友更高阶 拍拍尿不湿 我还碰见一个小朋友 在一岁半 拉完了以后 家长如果没有发现 他就拿了一个新的尿不湿 拿过来了 就意思是 我不舒服了 你要换尿不湿 那这个时候懂命令 就这个时间段 其实还很好玩的 你给我把杯子拿来 擦擦地 扔垃圾 懂命令 同时尝试用勺子自己吃饭 这张表格 说的是两岁以后的事情 考试上面 两岁以后考的事情 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们还是要 大家一起看看重点 两岁的跳 三岁的跑 四岁的爬梯子 都很重要 说话呢 两岁的时候是妈妈抱 就记住这个吧 三个词 妈妈抱 三岁的时候会给你说个歌谣 一二三 四岁的时候会唱歌 五岁开始识字 所以你看啊 现在这识字软件 都把这个认字提到了 两岁半三岁了 所以这也是反映了 大家都很焦虑嘛 对吧 那两岁的时候 开始能够捡东西 比如说生气的时候 会跺跺脚 表达喜怒哀乐嘛 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进门 就会跟小朋友聊天了 叫什么名字呀 你是小男生 还是小女生呀 问三岁的小朋友啊 三岁可以问这个了 你几岁了 我三岁了 这个时候 小朋友都能说出来 四岁的时候 重要的技能是画小人 你放心 四岁 不管你学过没学过 不管你爱不爱动手 画出来的小人都这样 都是火柴棍 五岁的时候 分辨颜色 当然这里面写的偏晚 其实我们从三岁 我们从三岁以后 就开始会问颜色 这件事情了 到六七岁的时候 能数几十个数 当然这是一个 比较低的要求啊 当然这个 其实版本上面 也是国外变过来的 现在六七岁的孩子 只数几十个数 估计是不行了 BUB的要求 要更高一点了 大家说的 这里面说的是一个 最低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阶段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 从两岁到六七岁之间 他们的思维活动 越来越复杂了 他们能做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了 那在这里 还会涉及到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内容 是神经心理发育的评估 有筛查时测试 和诊断测试 对于考试来说 因为你们不是 专门做耳宝的 不必去了解 每一个测评方法的细节 首先我们说 各个社区打疫苗 大家非常熟练掌握的是 丹佛 叫DDSP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 应用了时间很长的 一个筛查法 它呢 更适用于 四岁半以内的孩子 当然我们说 六岁以内都可以做 筛查实验里面 还有会人测试 和图片词汇 我一般呢 还是就自己这么记吧 就只能记丹佛 看图 画小人 对吗 丹佛这个人 他在看图 画小人 所以我们说 他的 他是一个筛查的测试 通过这一句话 你就能够把这测试的名字 记下来了 从年龄段上来讲 四岁半以内的 是丹佛更好 然后呢 画人的实验 就画小人的实验 是在五岁以后 因为四岁 你看啊 在我们这里面说 四岁的孩子 才刚刚能画人像 所以画的好一点呢 你怎么也得是五岁以上吧 对不对 四岁以后 就爱看书了嘛 对吧 爱看书了 所以四岁到九岁 都可以用图片词汇测试 刚才我们说到的 是一些筛查性的测试 下面我们还要了解 是一些诊断性的测试 当然这里面 涉及到了很多名词 这些名词呢 也不太建议大家去 非要去背下来 对吧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了解一下 除非你是专业 做这个部分 否则的话 大家很难完全记得住 总而言之 都是外国名 对吧 Gesail Baddy Stanford 然后Wissel 这个都可以 这些都是 针对于不同能力的 一些测试方法 那如果大家非常想要 把这个记下来呢 我自己 一个是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把诊断性的 和筛查性的 放在一起记忆 从筛查性的比较好记 单仆看图画小人 就这样就记下来了 那剩下的呢 一个你可以都记住 它们是纯英文的 纯英文的 还有一个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 GBS WW 两个W 对吧 两个W比较好记 因为它是同样的 一个量表 只是测的 一个是学前 一个是智能量表 它们针对的 就是正好衔接上了 4到6 6到16 这样的年龄段 就衔接上了 那前辈的GBS GBS其实是 复科检查当中的 那个 练球菌的一个描述 一个简写 我自己有的时候 会这么记 我说GBS 两个W 或者你就全记住 都是纯英文的描述方式 它们针对于 不同的年龄组 这个具体的细节 不要求大家掌握了 然后最后 我们会说到一点点 是关于体格生长的偏离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 涉及到了一点 我们就在讲 评价营养的时候 我们说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那个 我们说 看曲线的 还有一个呢 是看一堆绝对数值的 加一个标准差 然后加两个标准差 这边是减一个标准差 减两个标准差 当然在300分位和97分位中间 我们都叫是正常 所以如果是评价体重 在97分位上 那我们就叫它过重了 它对应的就是平均数 加上了两个标准差 还有一个呢 叫做低体重 太低了 它对应的是300分位 也就是平均数 减去了两个标准差 另外就是关于身高 咱们也像我刚才说到的 一岁的孩子 进到我房间里面 一看 哦83厘米 他一定是一个 特别特别高的 他是一个超高的孩子 大高于了97分位 或者是叫平均数 加上两个标准差 那矮身材 是低于了300分位 或者是平均数 减去了两个标准差 所以这是关于 身高体重的一个偏离现象 但是核心点 其实就是你要记住 正负二 对应的 百分位法里面的 是300分位到97分位 记住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小部分题 符合小孩子 生长发育规律的是 生长发育是一个 先有量增加 后有质增加的变化 各个系统发育的速度不一致 没有一定的规律 在青春期的时候 发展最快 有绝对的正常值 那这道题呢 其实是属于 比较容易的一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2B选项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说了 孩子的发育是一个连续的 有阶段的进行 体格发育呢 有两个快速的生长发育时期 一个是婴儿期 一个是青春期 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值 那9公斤的一个小朋友 他的年龄 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个应该很容易 这个对应的是1岁 所以我们将大家记住的是 36912 正常的一个孩子 体重呢 是在7.5公斤 身长是在68厘米 前西门1厘米 然后出牙出了4个 能做 然后能捏 这个孩子最可能的月龄 是什么月龄 7.5公斤的孩子 我一想 我看一下选项 我肯定可以排除一些 两岁肯定不行 一岁半也不对 然后我们再想 头围44 头围在46以下 那他应该是不到一岁 然后我们再想 体重7.5公斤 也是说明他在一岁以内 那这个孩子呢 叫做能做 五个月的孩子 还不能做呢 所以正确的案很容易 在八月龄 所以你看八月龄的主要技能 能够做 做得也挺好的 能够爬行 或者匍匐 能够有这种捏小球的动作出现 现在另外一道题 80厘米高 前西门呢 已经闭合了 头围是48 乳牙是20颗 会跳 能够用简单的语言 表达自己的需求 对喜欢的 能够表达出来了 我们来推断一下孩子的年龄 前西门已经闭合了 说明他的年龄范围 一定是超过了 一岁到一岁半 而且他能够简单的语言 表达出来了 十个月 肯定也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会跳 其实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孩子应该是在两岁 当然在这里面呢 他的身高是比较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身高很矮 这个孩子身高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考核的 更多的是一个 他的语言发育 他的认知水平的增长 还有一个是 他的大运动的发育 所以还不能单纯的 以头围啊 前西门啊 来推断他的年龄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这次是留意的 我先给他 是一个绿色的 因为他不在乎 这个人 他不在乎 我先给他 他不在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